潘瑋柏挑戰兩千元小氣穿搭 哈囉 各位朋友們 我是潘瑋柏 在這邊要祝大家新年快樂 新年好 金鐘影帝穿得可真喜氣呢 這是他第三次來到五芬浦賈品 不知道他準備了多少錢錢 用兩千元就好 兩千塊錢就好 該叫他小氣影帝嗎 來看看他的兩千塊 可以挖到什麼好貨 老闆 請問這多少錢 一百 那可以打折嗎 沒有 可以 什麼 才九折 九折 因為是韓國人 他立刻發揮三層不爛之舌 水服老闆沒想到竟然以 老闆送我們四二六 謝謝 哇 影帝爐人的功夫 還真不是蓋的 看他這麼認真挑啊挑 真好急以他會選出什麼衣服 他還繳了個模特兒 筆畫筆畫 而最後成品就長這樣 硬頸紅色非常重要 為什麼 喜氣洋洋 都每個人都希望自己 紅紅旺旺 沒有這個詞 這支行頭真的沒超過兩千元嗎 老闆除了靴子之外 褲子 衣服 外套 眼鏡 加起來多少錢 打 打二三折 寫寶 我們預算有限 我只有兩千塊 好啦 別用多說了 你們服務真的很好 所以我多加一百塊 接下來他挑戰女裝 要幫女助理好好打扮 金沛紅 這是最重要的 你看 每個紅包上面 是不是都是紅包 然後上面是香精的 沒錯 裡面的底褲穿這個 瞧他講得頭頭是道 但怎麼看都像在整助理啊 看他一臉暗爽 但女助理可不想傻傻被惡搞喔 你這個有把造型師放在眼裡嗎 都自己搭 最後改造如何呢 龍顏型大運 這真的很特別 你甩一下 你看 會反射 然後會有亮亮的出現 好 幹嘛 你幹嘛 撞牆是什麼意思 蘋果娛樂新聞 影帝很淘氣報導